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白胡椒粉 再放点料酒 放点蚝油 老抽 上点颜色 最后放个鸡蛋 让它更加的嫩滑一点 接下来用灵活的小手把它抓拌均匀 到最后你会发现让肉把鸡蛋的蛋液一起吃进去 其实我心里就能闻到那种咸鲜的那种香味 最后我们再放点湿淀粉 让马上煎的时候会起个外壳 防止它的汁水给流出来 均匀地抹上去 那这个腌制需要短时间了 我们腌制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 腌制20分钟的时间 我们第二步腌 就可以把它勾掉了 好 大排腌制好了之后 我们第三步开始煎制 煎制大排的油温我们稍微高一点 锁住里面的水分 要快出去 对 嗯 比较开心 对 比较开心 一规矩的大股 让它保持 油温我们稍微高一点 哇 这颜色 好好看哦 一定有错误 现在就有点热心 这个大排煎过了之后呢 然后后面还在里面有那个气候 可以放这个布 这个我们先把它插 好 然后我们拿去煎炭的类型 切手香蟲 小香蟲一定要买小香蟲 你看 哦 这个 这也太错误了 触不及早点就把它换下去了 对对对 油温会让它中分的 热香蟲和鸡蟲 下去的时候大火 然后我们先放小火 半煎 半煎 就把烧香蟲的筋扣先出来 然后对我烧的不太好吃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大排煎给它放上去 再放回去 对对对 让我们让烧热 但是烧热 好 好 其实我们烧热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放在酒店 放红红的这个小麦香蟲 小麦香蟲的 它不仅仅确定 不太好吃 只要我们先让我们拿个银碗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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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应该就算是第四步 烤 就是这个我们的小厨 放在底下 不要动 大白煎香 对对对 慢慢地去煮它 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 让葱的香气和小麦的香气 融入在大白中 这个时候我们大概要烧多少时间呢 大概烧个十分钟左右 嗯就可以了 对对 我们那个大排已经烧的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要加点锅边醋 好嘞 沿着锅边 对 不要多 好嘞 好有食欲 咕嘟咕嘟的 可以关火出锅了吗 可以关火了 小葱给它铺到底下 对 你看这个小葱先煎后烧 已经全部烧透了 哇 这个大盆 好诱人 尝一下 葱香浓郁 咸香味美 而且 它的这种嫩很神奇的 它的那种嫩和滑不是嫩肉粉的带来那种口感 就是 没有点韧紧 对对对 其实你还是能吃到那种肉类纤维的那种感觉在里面的 但是呢 绝对是你咬得动咬得烂的一种状态 而且我们这个葱靠的这个做法 让这个大排啊 除了肉香以外 还有相当浓郁的葱香味 酱汁呢也是特别的浓郁 所以这个大排真的是好入味哦 我们学会这个葱烧大排之后啊 可以当个菜吃 也可以当个教头 下一碗面条 把这个大排往上一放 葱烤大排面 对不对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 这吃肉给人带来的满足感 真的是大大的满足 再来一口啊 怎么样 第二步 腌 敲好的大排 以此加速 盐 白胡椒粉 老抽 和生粉 腌制20分钟 第三步 煎 将腌制好的大排 煎至两面金黄 第四步 烤 将大把的香葱 煎香 放入大排后 倒入啤酒 烧开 加冰糖 蚝油 老抽 调味 小火上10分钟 收干汤汁即可 做好葱靠大排 只要记住四个步骤 敲 烟 煎 烤 您学会了吗 不妨在家里尝试 试一下 给家里人漏上一手 在这里呢 也提醒大家 疫情防控期间 外出就餐的时候啊 一定是要做好 个人防护的 餐前要洗手消毒 就餐的过程中呢 要使用 公勺公块 有什么好吃的店 好吃的菜 想和我们的 美食队长聊聊的话呢 可以进入抖音直播间 文祥和小雅 在那里等着你们 打开抖音 搜索 食色生香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了 好 稍事休息 待会儿我们为大家 展播网友们 上传的短视频 大家 还记得了吗 对吗 嗯 嗯